Mini Sform DAS MINI 影片 上次Mini Sform DAS MINI 影片 有觀眾問我為何不拿他們的 ELITE MINI X-48 去做比較 當然我不會令大家失望 所以這次主題是華慶的DAS MINI X-38 VS MINI Sform ELITE MINI X-48 這次兩部機體積接近很多 長和闊幾乎一樣 但長度有ELITE MINI X-48會比較薄 其次ELITE MINI X-48會有四組USB 3.0 前置還有一個LINE IN 兩個MI IN 一個耳機套的3.5mm 和MicroSD的讀卡器 當然不少得還有兩組Gigabit LAN Wi-Fi 6 和預載Win 10 Pro的作業系統 如果與華慶DAS MINI X-38相比的話 最主要多了Wi-Fi 6 和那堆3.5mm的接口 擴充升級方面 ELITE X-48就沒有上次那麼輕鬆 今次都要拆螺絲開蓋 揭開底蓋就可以看到 預載了一條256GB M.2 兩條DDR4 3200 8GB SO DIM 另外還預留了一條M.2 和一個2.5吋的位置 不過看回M.2 只有2242的長度和SATA規格 簡單來說真的不是大陸的產品 網上找過Transcend 也有出過對應的產品 但512GB 也算是690元 價錢欠幾十元便買到1TB M.2 NVMe 反觀DAS MINI X-38就有兩組M.2 NVMe 和2280的規格 而且還安裝了兩台2.5吋的裝置 儲存空間的擴充性明顯比較優勝 測試方面針對CPU效能的SIM badge R20就可以見到 ELITE MINI X-48 和DEX MINI X-38 同樣都是搭載Ryzen 5 Pro 4650G 分數上無論多核還是單核都錄得接近的水平 不過針對CPU效能的3DMark就可以見到 ELITE MINI X-48 在Farstrait和Time Spy 分別錄得3195分和1223分 成績相對DEX MINI X-38就落後近15% 之後我們再看遊戲的表現 我們就測試Rainbow Six Siege Apex Legend 和LL 在1080的解像度可以見到 ELITE MINI X-48 錄得平均41、65和127FPS 成績與DEX MINI X-38相比的話 依然落後18-21%不等 同樣是雙通道同樣是DDR4 3200 和IF 16MHz 為什麼會有分別呢 空手並不是過熱鋼頻 而是VRAM 512MB 沒錯 限制VRAM是很多AMD Notebook通病 上次試的Mini Storm是用Notebook CPU BIOS不給更改都是情有可原 而今次試的ELITE MINI X-48 是用Desktop版的APU 但BIOS內竟然沒有提供VRAM設定選項 甚至BIOS設定比上次更少 反觀DEX MINI X-38不單是VRAM設定 RAM和IF頻率都可以隨意調整 如果可以將RAM和IF設定高一級 DDR4 3600 和IF18MHz iGPU在遊戲表現可以有多近10%增長 這方面可以看之前Desktop版的X-38 接下來就看負載溫度、功耗和噪音量 測試會用AIDA64和Firmmark去負載系統 同樣是4650G 雙方的負載溫度都是錄得74至75度的水平 而CPU時脈也同樣錄得4.07GHz至4.08GHz CPU噪音量就以ELITE MINI X-48會低少少 有47分貝 而負載功耗都是錄得86至87W的水平 基本上大部分條件都相當接近 不過值得留意還有兩邊的火牛 而ELITE MINI X-48的規格會是19V 4.73A 計算的話大約是90W 和剛才測試的負載功耗86W都相當接近 而Desktop MINI X-38的火牛會是120W規格 數字上會感覺比較鬆動 來到總結 測試後大家都知道兩母機的規格相當接近 MINISWARM的優勢就是預載WiFi 6和Windows 而華慶的Desktop MINI就是擴充設計那邊強一些 至於勝負關鍵就是ELITE MINI X-48 沒得調整VRAM 導致遊戲的表現落後於Desktop MINI X-38 不過仍然足夠1080解像度低畫質60fps的水平 最後就和大家介紹性價比 MINISWARM ELITE MINI X-48跟4650G就賣5999 價錢會包括16GB RAM、256GB SSD 和Win10 Pro作業系統 至於華慶的Desktop MINI X-38組合4650G 跟回差不多的SPEC和Win10 Pro作業系統 賣單的價錢就會是4855元 如果針對遊戲的用途 那ELITE MINI X-48的性價比就會落後近30% 因為他們的遊戲表現本身就已經有差異 再加上價錢的因素就會令性價比的差幅拉近遠 換言之如果大家打算抹步AMD機仔 最重遊戲表現的話 華慶的Desktop MINI X-38就會抵挽個 MINISWARM ELITE MINI X-48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